好 觀眾朋友帶來關心 台灣英雄昨天晚監視 搭乘專機凱旋歸國 包括副總統蕭美芹 都特地前往機場來迎接 這一次打下這歷史性的關鍵記錄 因此昨天在桃園機場部分 有非常多的球迷 基本上是塞爆機場的 導致昨天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動線還蠻混亂 甚至被拍到 有一家免稅店的董事長 就帶領著員工 直接插進去隊伍裡頭 為了拍照卡C位 導致球員通通成為背板 引發外界的撻伐 而今天上午 我才介紹的責任說法 昂黛來聽 像昨天就有一點混亂 導致很多奇奇怪怪的狀況都發生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主角就是選手 希望下午的這個遊行 大家就是全力關注在選手的身上 他們是主角 所以今天下午的遊行 社會各界來支持他們 來為他們加油打氣 我都認為很好 但是大家也盡量是 這個舞臺是選手的 大家在秩序上面 我相信主辦單位應該可以把他做一個比較好的控管 為了迎接這些台灣英雄 凱旋歸國今天下午預計在三點半的時候 會來舉辦這個台灣英雄的封街大遊行 因此蔡紫陽就說 這個這一次的選手都非常的辛苦 主角是他們 就希望大家把舞臺留給他們 至於今天的動線會不會發生上 昨天這樣的情況 他表示相關單位應該會做好控管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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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在立法院最新的選手都可以做好嗎